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深层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近在财营天地 融资保险 Premium Financing的好处被吹破了天 谁跟你讲过其他风险吗 市面上所有的IUL和指数年金 没有对比哪有鉴别 In2财富撕开当下所有金融产品的广告烟幕 专题讲座 3月26号星期六下午2点 报名408-586-9969 586-9969 或上网intowealth.com intowealth进入财富报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6年的3月23号礼拜三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访问的嘉宾 他是杨文军博士 Dr.Will杨 杨博士您好 周乐好大家好 他是樱涂财富的co-founder 还有CEO 那这个每一个财务公司 后面都有个clearing company 那据我所知 这个贵公司的clearing company 就是一个在美国股票上市 并且是全美国最大的独立证券投资行 LPL Financial旗下的一家金融规划师 和投资执行人 那杨博士呢 他是很多家的媒体的特邀 撰稿人 以及受访的嘉宾 比如说 西部华人电台啦 是的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 刚才在第一个广告 听到就是在3月26号 本周六的下午2点钟 举办一场 在第一季度的最后一场的讲座 那这个讲座的热门的程度呢 的确是非常大 因为最近有很多 听到是IUL啦 或者各种的indexed annuity的一些广告 那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很清清楚楚的了解 还有premium financing premium financing等等 这个他的in and out 真的是有很多 大家是不是很清楚的了解 那如果您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就请来参加这场座谈会 好 那我为什么要问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已经谈了很多了 那贵公司又要来举办 这样子的一场讲座呢 这可能是不得已的 原因是就是最近这方面的广告 是无钱力的多 铺天盖力的多 包括premium financing 包括就是融资保险 就是借钱买保险的问题 那包括也还有铺天盖地的 关于index universal life iul这个方面的广告 that has been years 那么当然最近的话也是 讲的比较多 那更讲的多的可能就是 前后几个月以来 一直在讲的那个 所谓的百分之二十二 bonus 现在变成二十个 percent的 现在变成二十个 percent的那个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人 继续在打这个广告 说百分之二十二的 bonus 没有结束 现在还有百分之二十 所以你要买这个产品的话 赶快找我 多少家office等等 就是这个广告 你总是在上班的路上 下班的路上 都是能听得到的 但是呢就是说 有这么多广告出来 到底我们在讨论一个 什么样的话题 外面不离其中 你会发现这么多年呢 在各种电台也好 电视上 甚至各种媒体 出现的所有的 与金融有关的广告 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啊 应该说 都是保险业的从业人员 做出来的广告 我并不是说 这有什么问题 你做广告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你怎么做了这个广告 起到一个审量的效果 这是一个责任归属的问题 好 责任归属的 那这个跟您要办这个讲座 有什么关系 与您何干呢 这些广告它没有讲到 实质上的东西 说到底这是一个 什么类别的product 或者是什么样的product 我到底在讲 哪一个公司的 哪一个product 那但是您现在有的优势 就是可以办一个 长一点时间的讲座 可以讲得清楚一点 不光是这样 我们是希望能够 让大家在短的时间内 就能看到这个迷雾 后面那个真正的东西 给它做一个 抛丁解牛式的分析 说到底这类广告 他们讲的是哪一个公司的 哪一个product 你们会讲出来 是哪一个公司 当然会 那这个product 到底它的适用性是如何 对 它的pros and the cons 到底是怎么样的 有点缺点特性 因为你总做这些 就是只见云雾 云山雾灶的这种广告 people get confused 那么这就包括 包括很多印度财富 自己的客户 他一说听了以后 他也就打了电话 这个是怪我了 因为我们规定 都是30秒钟 what can they say within 30 seconds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 那我们就要 费很大的阻值 再去解释一下 包括说和我们已经拥有的 通过financial planning 和financial engineering 双重过程做出来的 我们拥有的那个product 有什么样的区别 最后的话 大家了解了 终于吃个定型完了 但是确实这样的effort 逼得我们说 instead of一个一个的回答 over the phone 或者是非要见 两个小时的面 那么不如我们就干脆 做一个group的setting 那benefit我们自己的客户 同时当然我们 open to community whoever觉得说 这么多年听了 这么多广告 我一定要不知道 他们在谈什么 尤其是我偶尔知道 他们在谈什么 我又不知道 这个东西的适用性 尤其是不知道 这个东西的局限性 跟自己适不适合 那么我们就想说 可能从自身的 business的角度 还有对我们 就是作为一个公司 在community里面的 一个使命的角度 我们觉得有必要 在这个时候 来做一点点 正本清源 或者是拨乱反正的工作 就是只把fact和tooth 讲清楚 不要回避任何问题 我们就想举办 这么一个similar 针对融资保险 premium financing 针对各种 indexed universal life 就是IUL 针对各种 indexed annuitities 对 我们来分分门归归类 分门归类 然后我们把各门 各类的某一些product 它的各自的 使用性 给大家讲清楚 太好了 先讲局限 再讲优点 优点不是没有条件的 我们再把对象优点的条件 也都讲清楚 conditional 然后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see through 会对这个东西 就是跑丁检油以后 骨头了解了 筋络了解了 肌肉也了解了 最后到膝胞level 那么大家就有真正的knowledge了 是 归公司办的seminar 通常都是发觉 是电话报名的多 还是网站报名的多呢 网站报名的多一些 那我就来讲网站 就是www.intowealth.com I-N-T-O-W-E-A-L-T-H 习惯打电话报名的人 当然也欢迎 408-586-9969 刚才既然提到了 IUL indexed universal life indexed annuity 还有premium financing 通常的消费者 在这三项上面 常常犯的错误有哪些 就对IUL这一块来讲 实际上是在人寿保险里面 你选择什么样的 一个险种的问题 IUL作为一个 新型的insurance product 尤其是在2000年到2002年的 这个.com bubble以后 很多人在 variable universal life 就是以mutual fund 以equity market之间 挂钩着内心的 很risky的这个insurance product 上摘了很多跟头之后 那么insurance industry 他说我还用拿什么来 能够吸引人们 能够继续往我insurance company 送钱 对吧 所以就develop出来 所谓的纸账不叠 那很多insurance agent 喜欢把它叫做指数倒推 说如果我拥有这个product for many years的话 按照这个指数的performance 今天你有多少钱 之类的 所以就出来 这一种就是说 具有一定的market growth potential 但是确实不involve market risk的 然后依然受到insurance law的一些保护 该tax free就tax free 该tax defer就tax defer的 那么这么一个类型的product出来了 所以前后的话 有几十家company在跟进这个product 那develop到今天的话 实际上很多insurance company 都已经有了这个index的insurance product 所以我们在community里面 听到的各种电台 或者报纸上 或者电视台上 你看到的这个关于iol的这些广告 大家都没有谈说 哪家公司 哪一个产品 对 从来没有这么讲 是by law不可以讲吗 不是 不是 也不是这样的 你是可以讲的 只要你能讲透 但是很多人 他就说 他甚至是不去谈life insurance 总是讲说 把它当成了一个 一个具财 grow你的财富 就是增加财富的这么一个 一个vehicle 一个opportunity 其实贵根结底 它应该是life insurance 范畴的一个东西 当然life insurance 既然可以允许你储存cash value 你在这里面 grow一些tax advantage的 或者tax advantage的 一些cash value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grow cash value的方式 就有很多了 那么一种管道叫做life insurance 叫做terminal life insurance 另外的管道可能还有别的 投资的investment的一些渠道 对吧 即使是你要讲tax free 也有multiple管道 你要讲tax defer 依然有multiple的管道 那在这个问题下 那就不是说 什么东西都万变不离其中 一定要回到life insurance 这条路上 但是如果我们就在这条路上 要找比较相应适合的 可以让人们能够说 放很多钱进去 能够grow 相当不错的cash value的 这种管道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看 这个product本身 它的cost structure 还有它的performance的potential 尤其是非常sensitive 就是它的cost structure 对 那么你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一下往这里面砸进去五六万一年 or我甚至到modified的endowment level 我一下砸进去二十万三十万 cost structure跟commission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是cost structure永远都和commission有关系 因为很简单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去回避 当然你赚commission这个事情 工将取其用当得 无可厚非 但关键是说 若是它客户的利益上 每个insurance company的话 它推出了product 应该这么钱 它都是为了business profit 如果insurance company必须要赚钱 那如果有些product对客户来讲 非常有利于你多放钱 然后多build你的cash value 那有些product可能就不利于你 这么去做 那么凡是对客户有利的 那insurance company又不想give up benefit 那这个利从哪里去找 serve commission 因为任何一个financial transaction 都有三角关系 说白了就是一个三角关系 所以说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不展开讲 但是答案是yes的 那一般来讲的话 可能一个rule of thumb 那如果一般的消费者要是聪明的话 他可以去care about一下这个commission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 如果一个product feature benefit好 只要是新的过的一个产品 那么当然他对insurance agent 的commission肯定是少的 要不然的话这个事都不拢 因为一块钱只有一百分 那像在这个选择这类型的product的时候 恐怕就是说 我们就是always要去寻找一些 可能在这个commission structure上 非常有利于客户的一些product来做 这样的话你一下方就几十万 可能makes more sense otherwise的话一些cost structure 这不合理的时候 比如说很多人买了一下 买了insurance 他说insurance agent鼓励他max fund it 他说ok那我一下放进二十几万 打了modified endowment contract level on a tax deferred basis 但是发现一下进去以后 钱可以少到最小的少到五个percent 最多的可以少到12个percent 这不是你才付insurance cost的 don't get me wrong 这是right before you pay for insurance cost oh my goodness 这叫钱扒皮 然后扒完皮之后 你再去under the pressure of insurance cost 然后剩下的钱作为你的投资的premium 再去participate这个market growth 所以你每次放的薪钱都受到这个待遇 那么当然了 这里面就一笔账了 我insurance company是take了很多你的cost 但问题是 比起你付的税也许我还要好一点点 所以人们刷完这个账上发现 可能还是我insurance company 把这个钱放进去 依然比给国税局交很多 这个capital binner或者dividend 或者interest tax要核算 那怎么办呢 最后的话就是说 还是标得了相当不错的一个cash value 一直在max放的它 但是问题是 你将来拿钱出来的时候 你又没有想到这个consequence 拿钱出来是cost free 还是说你依然要付几个percent的 我们叫做后八皮 那杨博士 我现在觉得 如果一般消费者在人寿保险的购买上 犯的错误最大的是 she or he doesn't know it all because he or she was not told about the complete information 好我们就此打住 我们信到广告回来之后 再继续来 我要问的是 在年金购买上面 犯的是什么错误 那还有融资保险 这个听起来好处很多 但是风险也绝对存在 我们就在这个节目中间 来了解一下 好吧 OK好听众朋友 暂时休息 马上回来 哇 开户就送10% 甚至20%的红利 真的很诱人 可是您知道 红利送到哪里了吗 您终身的积蓄投进去 十年内又能拿回多少本金 红利可以一次性的取出来吗 投入这些复杂年金以前 务必寻求第二第三咨询 我是理财顾问Daniel雷 听我两分钟 终身不后悔 与我们联系电话 408-329-7549 408-329-7549 20% bonus 20%红利 Yes That's right 没有清楚 从现在至4月18号前 您可以马上 rollover每一的40EK R28-403B TSP 甚至天选 请密集拨打 豪行理财权位 倒是闻 Simon Joe的每个电话 1888-746-6688 1888-746-6688 完全四项号 协助大家安排您的rollover 或者上网 Simon888.com 市面上太多金融产品 让人漠不暇接 不得要领 潘石理财负责人SiriPen 有鉴于此 未雨绸缪 将于4月2号上午10点举办 Pre-retirement趋之 针对四大重点 第一 Retirement Income Source 第二 Retirement Distribution Strategy 第三 Medicare 第四 Social Security 请务必参加 预值详情 请致电 877-888-9858 877-888-9858 登记报名 朋友们 让我们共同见证 首届海外炎黄祖祖拜祖大典的盛果 相约在3月27日上午9点半 旧金山市政府广场 联系电话650-393-9978 650-393-9978 650-393-9978 大典网站 拜祖-usa.org B-A-I-V-U-U-S-A.O-R-G 诚直的邀请您 踊跃参加这一场 免费而又有意义的活动 展望未来基金会 Benefit Tomorrow 请来附建师 真情告白 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 附建师的重要性 和相关的知识 Alice Wong 重点指导 体贴的realtor 如何重视购买豪宅后的售后服务 Trans-Pacific Financial的 Philip 告诉我们 非美国公民 居民 及新移民 如何购买美国公司的 售险与年金 请于本周六晚七点半 准时观赏 娱乐漫谈 董燕洁 房地产经济 Kellor Williams Para Auto 董燕洁 硅谷 从业14年 现有两房购卖 Sanaclara 三房二玉 1500尺别墅 在James大街上 地有5500尺 以装修货 据苹果公司 只有3英里 开价120万 还一块地在S10-205 要价650万 总便捷 敬业诚信 可靠认真 请支点 650-867-1248 650-867-1248 DRE No.0137-923 融资保险 Premium翻颜性的好处 被吹破了天 谁跟您讲过 七大风险吗 市面上所有的IUL 和指数年金 没有对比 哪有鉴别 英图财富 撕开当下 所有金融产品的 广告烟幕 专题讲座 3月26号 星期六下午2点 报名408-586-9969 586-9969 或上网 intowealth.com Into-W-E-A-L-T-H 进入财富报名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杨博士您好 您好 周乐 好 我们刚才在上半场提到了购买人 一般的人在买人数保险上面常犯的错误是什么 我们来讲一下 那在购买年金方面又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before我讲这个人们在购买年金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 我想稍微花几秒钟summerize一下 因为刚才就是我们谈的比较深入 没有把面上的东西cover 关于这个人们在购买人数保险上常犯的错误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 可能可以讲这么六点 第一点就是对人数保险把你的资产套牢的这个问题 这个surrender period 有时候没有足够的认识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我们always讲人数保险是tax free 他实际上没有去搞清楚tax free的条件 在某些情况下 他一下子tax free就变成tax deferred you have to know what's the condition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对他的cost structure 还有他for real的这个growth potential 往往没有做认真的分析 那时间内下 长时间下来可能也达不到当初的预期的目的 那就是说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所以年龄的增加 你的保险会高得经人 那你怎么去overcome这个问题 从法兰师engineering的角度 对吧 那第五个很多人 很多life insurance agent 把一个IUL 说一个max funded 或者overfunded的IUL 总是在sale as一个终身收入的手段 而这个相当的讲 这个绝对是错误的 这个绝对不是终身收入的手段 尽管你里面可有很多钱 但是他不是说我们法兰师planning 定义上的一个终身收入手段 终身收入手段 应该是在annuity这个方面来谈 那么第六个方面就是说 你买life insurance 你如果只是买了一个protection 你可以孤立作业 不和别的financial的picture挂钩 但是你既然往里面存了很多钱 这就是一个financial管道 所以说既然是一个financial管道 甚至是你的一个major的saleing vehicle 你不可以孤立的作业 你必须要和你的overall的financial picture 通过financial planning和financial engineering的双管齐下以后 你要证明它的可适用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尤其是你要是讲还有很多错误的话 其实最后 最最近在开始develop的一个错误 就是人们开始蠢蠢欲动的 准备借钱买保险 就是premium financing 但是这个问题 我会以后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cover一下 那时候有一个special topic 所以你刚才问到说 那当然保险我们谈年金 人们在购买年金的问题上 有哪些惩犯的错误呢 其实这个方面我可以总结出四点 这四点都是比较证明的 第一个就是说年轻的话 它也有个套牢的问题 甚至的话有很多benefit 包括很多bonus feature 很多rider 很多growth的guarantee等等 这些的话offer你的时候 都是在一个condition上 就是说给你发中生收入的base 而并不是你的cash value 所以在你的关于这些feature上的access strategy 人们往往不是很清楚 而也就是agent往往不把这两个分清楚了 结果导致大家很多的误会 那后来的话就会很失望 非常frustrated和被动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往往人们大谈特谈说acumination phase 然后你可以涨到多少多少钱 但是人们从来不去谈 我的distribution phase 我的成长 我有多少potential可以讲呢 比如说一个40岁人买了年金 他到60岁他退休 假如说他开始往外拿钱 他只骨肉了20年时间 那如果这个人他活到95岁 从60岁到95岁有35年的时间 可见你的acumination phase 是远远的长于你的 你的这个 我说你的distribution phase 是远远的长于你的acumination phase 那如果一个人55岁才买了一个年金 就算是这个10年的servant period product 就算从65岁开始往外拿钱 实际上他只有10年的acumination 那是他从65岁活到95岁呢 又有30年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distribution phase 比他的acumination phase 长了三倍 所以如果这10年里面 我要大谈特产 这个growth 也就是acumination嘛 那为什么那35年 或者那30年 我不应该去谈growth呢 所以很多的index annuity 最致命的一个关键就是 很多product底站 就是保证你在开始拿终身收入之前 你呢有什么样的一个growth 在那之后免谈growth OK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的话呢 你甚至花钱买了很多rider 甚至有的当然源于是免费的rider 甚至还有很多offer 你的这个bonus 比如前段时间22个percent 后来变成20个percent 阿良指的那个所谓的222 product 那么他作为中市收入 是一个不错的product 应该这么讲 如果你用对了的话 答案是条件是用对了 OK 那么像这些product 就是他offer这些feature 那是你如果 如果你最后的话 中间的很早就去世了 甚至是呢 你和这个product解约了 那么你到底能拿回来什么 那么给你offer的那个 终身收入的那个base呢 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了过年云烟了 那么你事先要知道 否则的话 你就期望值可能就错了 所以呢 第三个方面的错误的话呢 是在年纪的购买方面的话 就是人们往往不去考虑 你从年纪里distribute出来的 这个income 它的tax impact 在你的social security income上 那么我还是一个 一个孤立作业的问题 他说年纪归年纪 social security归social security 我老年的时候收入有multiple threads 但是问题是呢 没有一个综合的考虑 说我怎么去minimize我的taxation 所以人们总是说 我那个年纪拿钱出来 我交税啊 我今天省大税 将来交小税啊 其实永远这个math 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么在接近年代的第四点 就是说你既然是买了一个 你要靠它打消你终身一律的这么一个product 终身收入 所以这是个long term commitment 所以是一个big financial commitment 你不可以孤立作业 先一发而动全身 还是要通过financial planning 和financial engineering之后 你再去找一个proper的product 把它用对了 把benefit全部maximize 把这个局限的全部打掉 所以这是在年纪方面 我就想提醒大家四点 其实这也是人们在 在四点上犯的错误最多的四点 所以杨博士真的不能够独一的 听到一个产品好 就单独的买这个 产品是the last step 对 真的要经过一个overall的financial planning之后 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还有不能犯的错误 好 现在我们来进入今天另外一个重头戏 就是融资保险 premium financing的好处 还有它的风险在哪里 好处人们出了很多 换句话说你自己没钱 或者你自己的钱有限 你就算是那个assurance product 哪那么好 账不跌 有tax defer or tax free 然后的话又有market potential 无论是你挂开在哪一个指数上 要么balanced index 要么equity index 总之听起来好说多多 对不对 但是你放进钱有限 你自己钱有限 你不能maximize 或者你maximize的话 你只能买这么一小点的insurance 那么如果有人愿意借你75%的钱 那你不是就废谎通达了 账不跌 又不交税 将来的话你只需要把这个interest 还给银行是不是 这剩下的钱都是你的 就像你给银行借钱买了个房子 你就是交人家interest 后来你这个房子赚了50万 你也不用和他做profit sharing 是不是 听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好处 就是leverage 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leverage leverage是对的 但没有风险 没有风险是假的 没有风险是假的 就是利息上涨的时候 那不光是利息上涨 这里没有很多问题 我问你随便 我问你一下 OK 你25%钱放进去了 那是premium对不对 你借来的75%也是premium对不对 如果你这是一个run type of insurance product 上面就charge你10% premium expense before you pay for insurance cost 你本来原来25万 charge10% 现在75万 这个charge也是归你 OK 好 接下来的话 index如果不涨 你拿0 一般的index product 一般来讲是0 但我们找到了 我们可以用到的product 一般我们可以做到3% 我们先不管那个 那是detail 我们就说一个run为0的product index连续接几年 你连续拿几年的0 可是这几年你还是要付 interest 而且你这几年 你放进去的钱 new premium expense 你哪要付 同时还要付insurance cost 对不对 将来你拿钱出来的话 还有distribution cost 也就是说cost of policy loan 好 很多人在催说 这个东西没有collateral so final layer it's open to middle class 你没有钱 我们门槛也降低了 come on 这是银行在做了多年的挣扎以后 银行说 我在用什么管道给人借钱 我能收来利息 对啊 90年代的时候 人们劝一般的investment company 就是broker broker forms 他说我借你钱 你拿我的钱 交我一点利息 margin margin嘛 人们有什么好下场吗 90年代玩margin 没有好下场 00年代玩次贷 对不对 甚至说我借你钱 放心大早拿去 我不查 所以我什么也不用查 来 那时候呢 结果呢 OK 你 人们很多人失去了 一栋又一栋的房子 是不是 那受害的不光是这些人 银行也受害了 银行都说 我把你那个房子 虽然是那些底下 拿过来以后 我还卖卖的出去 我才有钱 否则我套牢 所以有那么多 所以有那么多bank owned的 这个房子 对不对 所以银行他聪明 他折承到现在 他说终于他 我找到一个办法 我就把你的钱 直接做collateral 我今天我表面上 你也不用房子做底下 也不用银行资产做底下 我感觉接你75% 只要你自己放25% 我的底下是什么 我的底下就是你的insurance policy 一旦这个 我一看 你的这个cash value 在付了这么多的premium expense 还有cost of insurance之后 再上几年不涨的情况下 然后再加上乱七八糟的 如果你再拿一点钱 出来花等等 然后一看你所送的cash value 只够付我的 你借的钱的时候 我马上就要liquidate你的polar 我liquidate你的polar 就相当于 你付了个25%的down payment 也不见了 就和当年那个down payment 付那个house 那一般bank owned 就是变成bank owned的house以后 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其中的几点 没有那么多的好事 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要see through 有那么多个party involved 一般的一个financial transaction的话 一个三个party 一个agent 一个product company 一个cost 一个clams 三角关系 这个里面是五角关系 你chance的另外一个银行 chance的另外一个administration company 也对administration cost 对不对 life insurance不是让你发财支付的 尤其是一个cost structure 不合理的life insurance 就像那个index annuity 也不是让你发财支付的 那都是在你做了一个 worst case design 让你牢有所欲的 一个保障型的 一个fondamental的一个基石 所以他不是说让你去 加财万贯的 而是让你防止某一些 worst case的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人们把它当成了一种说 靠这个猛发财 而且只有这个 才能猛发财的一个手段 甚至的话借钱 不顾任何consumence 那我觉得将来 so hard 还是消费者 好的 那我们现在要重复一下 在3月26号 本周六下午2点 有这场讲座 报名的电话是 408-586-9969 586-9969 网站报名是 3w.intowealth.com 谢谢你 杨博士 谢谢你 Professor Young 现在下次再相见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上半场节目结束 请继续收听 我们下半场的访谈 不要走开 市面上太多金融产品 让人漠不暇接 不得要领 贪食理财负责人 Siri Pan 有见于此 未雨绸缪 将于4月2号上午10点举办 Pre-retirement趋之 针对四大重点 第一 Retirement Income Source 第二 Retirement Distribution Strategy 第三 Medicare 第四 Social Security 请务必参加 预值详情 请致电 877-888-9858 877-888-9858 更记报名 朋友们 让我们共同见证 首届海外盐黄子孙 拜祖大典的盛况 相约在3月27日上午9点半 旧金山市政府广场 联系电话 650-393-9978 650-393-9978 650-393-9978 大典网站 拜祖-usa.org B-A-I-V-U-U-S-A-DOT-O-R-G 散发极致亮光 闪光火光的美钻 钻石象征恒久爱情 Heart on Fire 是最佳首选 现在就立临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苗必达 苍新珠宝 欣赏全世界车工最完美的钻石 Heart on Fire 张力 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10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11年Morgan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症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Z at 立张corp.com L-E-E at L-E-E-Z-H-A-N-G-C-O-R-P 您现在收听的是 西湖华人电台 FM96.1 玩具历史最久 收听力最高的 华语广播电台 Transversev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纽约人寿成成保险金融销售代表 无需销售经验 一共培训课程 合格者有提升经理机会 及多种福利 有益者请致电戴安娜 408666-8116 408666-8116 或电邮履历至 ddongft.newyorklives.com 有点少许机会 等候主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咬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 徐安宁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 批斯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石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申告 现为美国过敏 免疫哮喘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Sahose Mountain View Los Gatos 三家诊所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 408286-1707 286-1707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空中医疗站的单元 让我们来欢迎 今天的医生 他是徐安宁医学博士 徐医师你好 周乐你好 大家好 我们居住在美国的人 现在听我们的节目 不要以为我们讲的是 花粉过敏 与我无关 这个体质会改变 什么时候就跟自己有关了 但是如果有敏感的朋友 也许会觉得2016年一开春以来 好像这个症状更比以前严重了 对呀 那这个根据有一个很科学的测试 就是花粉监测站 就是在徐医师的诊所里面 就有这么一个花粉监测证 有一些数字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觉得今年的花粉特别厉害 对 我们的花粉监测站呢 其实每个周末 我们这是完全义务的 每个周末呢 都会观测24小时的这个 在湾区的这个花粉浓度 我们监测站事实上 在Mountainville Las Altos 这块地方 所以非常local的 那今年的花粉监测站上面 我们看到的监测到的数字 比往年同样时期都要高 至少过去两年 那比如说我们上个周末 才看到的这个花粉 树花花粉已经录到754颗每立方米 就在空气当中的浓度 那这个数字跟以前的数字相比 是什么一个高的程度呢 这样说吧 这个周末我们过去的2014年和2015年 在最高的时候 花粉最高的时候 都没有超过350颗每立方米 Double 现在是超过Double了 对 超过Double 那怪不得稍微有一点敏感的人 就会觉得今年的更严重 有在吃药的人觉得药也没用了 有些病人 有些朋友是这样的 对 的确是 那贵诊所有没有public 来publish这个数字呢 对啊 我们确实是publish这个数字的 其实我们诊所有一个网站 叫www.sballergy.com sb.allergy.com South Bay South Bay 叫做Pollen Count 就是花粉指数 就点进去了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 同时我们也是义务的交给这个 就是在湾区的Mercury News 和Channel 11 News 这个电视和报纸 我们交给他 同时我们上报给美国国民总署 我们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报出来的这个数字 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网站以后 知道这个数字是每一个星期都refresh一次 也可以把这个数字来关注一下 跟自己的症状就有一个正面的 就像看天气预报一样 你看看这个花粉的预报 哇 好 现在我一看到那个花不停的落下来 心里就说糟了 怎么花粉很多 就会直接联想到是过敏的问题 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 徐医师就提到过几种 花粉过敏的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谈一下 花粉过敏的这个话题 好吧 好啊 好 那其实在花粉过敏引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症状 还有病症 上次没时间提到的 其中重要的表象之一就是哮喘 还有寻麻疹 甚至水肿和湿疹 来把这些 definition告诉我们 好 其实我们 大家一想到花粉过敏 首先就想说 哎呀 我的眼睛好痒啊 或者我的鼻子好痒 在打喷嚏 流鼻水 那当然这些呢 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和 结膜炎 是最常见的花粉过敏的表现 但其实这个花粉呢 可能引起身体 其他的这个器官的 病症 那最主要另外两个器官呢 一个是肺 就是会引起哮喘 另外就是一个皮肤 这都是可以直接接触到外界的东西 我们的器官 那哮喘呢 他的 definition就是说 这个器官里面的一种慢性炎症 然后呢 他有的时候会被一些东西 一些诱因 把它诱发出症状来 那哮喘的主要的病症呢 这个病人就是会 有的时候会咳嗽 会咳不停 那会有的时候会有喘鸣的 这个嘻嘻的这种喘鸣的声音 那还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会觉得凶闷 那哮喘的这个过敏 可以是哮喘引起炎症的成因 它也可以是诱因之一 哮喘跟器喘不同 哮喘实际上就是器喘 就是asma 对asma 那哮喘实际上 大概是器喘的一个比较 医学 明显的这样一个名字 对 所以像那个邓丽君 就是死于器喘 哮喘 对 他死人是哮喘 对 这个会死人的 就是一苦气 没有办法连续的呼吸下去的话 对啊 你想我们 我们的人体 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器官 一个是心脏 一个是肺 是 心脏不能停 肺也不能停止 对啊 你肺一停止 你的心脏就算在那边 pump你的血液 血液里面没有氧气 那几分钟之内 其实这个人的大脑啊 肾脏啊 心脏就会缺氧 他就开始 这器官就开始坏死 所以呢 大多数的哮喘病人 其实在美国是 是有很好的控制的 美国大概有差不多 两千万到四千万的 哮喘病人 但是每年呢 还有大概五六千人 因为哮喘而死亡 哎呦 真是 那这些人如果已经有就医 并且得到了 proper的治疗和诊断 他就可以不要死 大多数的人是这样的 没错 可以这么说 那花粉过敏 可以是当成是哮喘的诱因 也可以当成是原因 那么怎么样来诊断 和怎么样治疗哮喘呢 嗯 所以 诊断哮喘 哮喘是我们看的一个主要的病 我们这个科叫 过敏免疫和哮喘 专科 是 那 哮喘的诊断 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说 根据他的症状 那这个病人就像我刚才刚讲的 可能会有气闷啊 咳嗽不止啊 或者是有喘迷因 这些的症状 那 他 从客观的角度 就是 症状 那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 用通过 非功能测试的方法 非功能测试 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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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 非功能测试呢 我们都有正常人 比如说 大家都常常知道是肺活量 嗯 但是其实除了 非活量之外 这个非功能还有 比如说 气管的通畅程度 也是在 非功能之一 嗯 那 我们在测量 哮喘病人的 非功能的时候 我们会看 非活量 大气管和小气管 通畅程度 主要是三个数字 嗯 那如果这个病人 这个美国的这个 呃肺科和过敏哮喘科呢 它是有这个 呃 一个standard 就是有一个标准 那 它是以病人的年龄 身高和性别 嗯 同样年龄 身高性别的病人 他会有一个平均值 嗯 和一个range 嗯 那就是 这个测试的正常范围 那如果你低于这个正常范围 它就是非功能有问题 啊 那很多的哮喘病人 确实非功能有问题 我在做肺的检查的时候 我就 他们叫我们吹嘛 我感觉我吸还OK 吹 老是比较短 吹不出来 没气可吹了 这可能是女性的一个 共同的现象 嗯 不就有可能吧 那女性的 因为女性的这个非功能呢 它的level比起男性 是要低一些的 它整个的这个range 也比男性要低啊 我用力的吐 已经没气可吐了 我发觉吐比吸还困难呢 是 那如果说 语医师 如果说过敏性的哮喘 那真正的要有效的 特殊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嗯 那一般的哮喘的治疗呢 我们主要是用一些药物 那就是有吸入性的 主要以吸入性的药物为主 有平常的预防的药 还有急性发作的时候 急救的药物 而过敏性哮喘 在美国大概是 哮喘病人当中80% 那这些病人呢 根据他对什么东西过敏 比如说有些室内过敏员 像猫狗啊 灰尘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室内的清除 嗯 花粉就很困难了 嗯 那还有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那总也不能不出门 那这些病人呢 就像我以前讲过 其实脱敏治疗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打针 打通敏针 对 通敏针实际上是一种育苗 它里面是全自然的 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嗯 它里面没有 基础也没有什么 其他坏的化学物质 它主要是刺激人的免疫系统 来产生 对这些花粉 有特定性的这个免疫力 所以它是一种 所以这个脱敏针呢 真的是自从访问徐医师之后 矫正了我对脱敏针 错误的看法 我不停的在讲这个 但是它真的是很用 像我自己都在打 那个周乐你也知道 我知道 对 原来如此 那花粉过敏 到底是怎么样 引起寻麻疹 因为寻麻疹 我也有过 你知道这个寻麻疹的 脑人的这个表象 对对 发生在下午和晚上 更厉害 对对 下午和晚上 甚至夜间睡着了之后 痒 痒 所以寻麻疹在传统上 我们认为主要是跟食物过敏有关 或者是跟这个人的皮肤的 它本身的一种性质有关 所以有的人的皮肤就是容易得 长寻麻疹的皮肤 明白 那我们在这之前认为 就是说跟过敏有关的部分 主要跟吃的东西 比如说吃了虾过敏 吃了花生过敏等等 它就会发寻麻疹 但是我现在发现呢 以前我们认为花粉跟它关系不大 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们湾区的人 也许是我们湾区的人的缘故 真的我发现在过去几年当中 越来越多我的病人 在花粉高的时候 它的寻麻疹就出来 它的寻麻疹开始有季节性 那我们在测试 发现食物过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花粉的过敏就非常的厉害 那这些病人 它的寻麻就是 它的花粉 或者是被它吸入到肺里去 到粘膜组织上 或者被它吞下去 然后它的这个过敏源 吸收到血液当中去 被传到这个皮肤 就会引起寻麻疹 会不会年纪越来越大 或者自己的免疫力越来越低 就容易得失麻疹 Yes or no 我觉得不会吧 我觉得没有 没有这么讲 好 那我们 我觉得今天我也受益很多 这个网站 大家要记住 就是www.southbay 就是sballergy allery.com 每个礼拜都有 披露 就是在这个礼拜 每立方米里面含有的 花粉的 颗粒 浓度 浓度 那在最近上个周末 是754 这个比2014 2015的 350 已经more than double 对 最高的时候 350 最高的时候 好 已经超过过去两年的peak 的花粉的颗粒的浓度了 如果要跟徐安林医学博士来预约的话 请有一个电话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408-286-1707 408-286-1707 其实徐医师他有好几个office 有一个是在San Jose 另外一个也是在San Jose 一个是靠近Ocano Hospital 另外一个是靠近Good Samaritan Hospital 是的 另外一个是在Mountain View 我知道了 你都记下来了 然后 现在有新家的一个是在Los Gatos 是 其实我们没有新家 我们是把我们Good Samaritan的那个诊所 挪到了 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大的诊所 所以在方便您自己的公司或住家方面的这些诊所 都可以靠一个电话号码 您可以request喜欢去哪一个诊所 来看学医师 408-286-1707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现在转401K Aira就送20%红利 零风险零费用 必增终身养老金计划 年年岁岁无下跌 岁岁年年用不完 事后出个量 倒算指数法 保证无下跌 潜在回报 7-9 W2事后投资 终身免税 万富理财 本周五免费午餐理财奖座 由全球百万元桌 顶级会员 以往姚组奖 报名专线 1888-835-0698 1888-835-0698 masterlife 给Event Bright.com 纽约人受成城保险金融销售代表 无需销售经验 一共培训课程 合格者 有提升经理机会 及多种福利 有益者请致电 戴安娜 408-666-8116 408-666-8116 或电邮履历至 ddongft.newyorklife.com 有没有收拾机会均等屋主 联邦加紧掌席 把握最后时机 大弄的福音 大弄的福音 只要贷款数额超过62万50到300万 屋主自住屋 30年固定3.75 15年固定3.375 112 3.375 712 3.0512 2.875 天上掉下大馅饼 投资房产也可以 哈哈 紧多了0.25 金算子 算得尿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 梦里校 请宿便 510353 0855 510353 0855 或dglong.com 查询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气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 专家诊所的徐安宁 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 皮子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石坦福和家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 免疫 校船 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三合肺 Mountain View Los Gatos 三家诊所 阶层服务 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 408-286-1707 286-1707 Rebecca Lean 专业地产团队 为您细心对话地产投资 帮您办理房屋买卖 我们还可以为您 一买一卖同时操作 以便资金周转 相请请支店 Rebecca Lean 408-720-6800 现在转401K Aira就送20%红利 零风险 零费用 逼增终身养老金计划 年年岁岁无下跌 岁岁年年用不完 事后诸葛亮 倒算指数法 保证无下跌 潜在回报 7%至9 W2税后投资 终身免税 万富理财 本周五免费午餐理财奖座 由全球百万元桌 顶级会员 以望姚主奖 报名专线 18888-835-0698 18888-835-0698 masterlife.eventbrite.com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 空中医疗站 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徐安玲 医学博士 他是南湾过敏 以及哮善的 专家诊所 那么徐医师 你好 周恩你好 刚才讲到 寻麻疹 我们现在继续 要讲寻麻疹这个话题 寻麻疹怎么样诊断出来 还有他特别的治疗的方式 有效可以治愈他呢 OK 那寻麻疹呢 他的诊断呢 就跟很多的皮肤病一样 他事实上是根据他的表象 就是他看出来的样子 来做诊断 那寻麻疹呢 一般来说 长得像蚊子叮过的小包一样 那个 周恩你也知道 我的比较大 比较大 不是小包 是大包 大包 那他们会有 因为他会 一个诊斑会消下去 在另外一地方长出来 其实感觉上就会让人觉得 好像是在全身跑来跑去的样子 是 对 那这个呢 是因为在 有外物跟身体接触的地方 对 比如说 裤子的腰带啦 对 靠皮肤紧 还有带胸罩的地方啦 对 特别痒 到了下午晚上养得不得了 是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病人会觉得 这一块整个一条都肿起来 这样子 他说不定还以为自己得了蛇蝉腰 哦 哦 蛇蝉腰 是那个 是讲 Singles 对 OK 对 那他跟Singles不一样了 Singles会一直待在那个地方 而且他是比较痛的 所以麻疹是比较痒的 痒 然后会窜 对 听起来蛮可怕的 看起来其实也蛮可怕的 我自己也得过 那 所以蝉腰疹的诊断呢 就是 以这个 那蝉腰疹当中会分为两个类型的病人 一个就是说 他没有直接的原因 他就是皮肤 容易发蝉腰疹 就像有人的皮肤干燥 容易得失诊 那 这蝉腰疹的皮肤呢也有 那在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说 休息不好了 工作很stress 然后呢 生病啊 感冒啊 等等 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会发出来 那 另外一种呢 能够找出原因的 蝉腰疹病人当中 主要是有过敏引起的 过敏 对 这个过敏是食物 还是油花粉症过敏 你看 所以以前我就是 还是比较 比较一板一眼 比较比较那个教条的 这样说 蝉腰疹呢 只跟食物有关 进入口内 进入血液的 才会引起蝉腰疹 所以其实以前的 蝉腰疹病人 我只做食物过敏的测试 但是就像我讲的最近 我发现我的病人当中 尤其是孩子当中 越来越多的 在季节当中 花粉过敏 眼睛鼻子 痒得很厉害 不停地流鼻水的时候 身上也开始发蝉腰疹 那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跟他这个花粉有关 所以现在像这些病人 如果有季节性 我也开始做 这些环境过敏源的测试 并且人体 它是有记忆的 对 真的 这个三位病才知道 他真的有记忆 如果那种造成自己 得寻麻疹的原因 重现的时候 自己就马上发觉 不对劲了 那这种寻麻疹 是不是也可以借 一种药就是脱敏症 可以take care of all 所以这个 血麻疹的治疗 从整体上来讲 那它就是要跟 它的原因有关 如果它是 不是跟过敏有关了 当然脱敏症就没有效 那这些病人呢 就是要吃一些 那个像 Claritin Azertag Alegua这些药 控制 然后同时注意休息 那个 不要太stress out 这样子 那另外呢 如果是 跟花粉有关的病人 我们确实用脱敏症 像这些病人呢 一般来讲就是 它也有很 比较强的眼睛啊 鼻子的过敏 那本来就是 应该要打脱敏症了 那我发现在 这些病人当中 它的 褻麻疹会跟着一起消失 OK 所以啦 所以我现在一早上 跟亲人打电话的时候 打喷嚏 他就看你 又不穿衣服 我说不是不是 是过敏了 很时髦的 好像早上 比较会打喷嚏 对 对 所以因为过敏 引起这个 病年膜的水肿 然后呢 早上一碰到冷空气 它本来就是 处于一种水肿的状况 就很容易打喷嚏 呀 好 听完了 褻麻疹 褻麻疹的英文是什么 叫Hives 就是Hives OK 好 那现在再提到 另外一种疹 湿疹 刚才听到徐医师说 皮肤干的人 容易得湿疹 湿疹是什么 花粉症会引起湿疹吗 是 湿疹呢 这个名字 我觉得 至少在我们湾区来讲 不太恰的 在湾区 大多数得湿疹的人 是因为皮肤过干 引起的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 叫干疹 对 对了 所以它呢 它是一种 跟蜻麻疹不太一样 它的枕斑呢 一般是固定的 固定的在一片地方 这片地方 红红痒痒 就是也是很痒 然后另外 它的表皮摸上去 是毛毛臭臭的 粗粗的 粗粗的 那蜻麻疹 因为它是 在皮下组织的地方 水肿 然后它 表现出来 表皮是光滑 所以它鼓起来一块 如果蜻麻疹 发生在气管 和肺的话 那更危险了 对 所以 我们认为 如果不是因为 过敏引起的蜻麻疹 是不会发生在 气管和肺的 OK 但是因为过敏而引起 尤其是15过敏而引起的蜻麻疹 它是 可以伴随着 这个内部器官的肿胀 包括喉咙和肺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是 好 对 好 我们回来继续讲湿疹 OK 好 继续讲这个湿疹还是干疹 那这个病斑的一般来讲 在关节的弯的地方 比如说肘弯 这个 这是什么地方 手腕 手腕 对 然后膝盖的后面 脚腕的地方 然后有的时候耳朵和这个脸接触的这个夹缝的地方 这些都是常见的湿疹出来 小朋友的时候会在脸上和脖子 那湿疹呢 它很痒 again 我们认为湿疹有跟过敏无关的这部分 他们就完全是因为皮肤特别干 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有湿疹 OK 那另外一部分呢 其实是跟过敏有关的 而且在孩子当中比较常见 在过去我们认为跟过敏有关的这部分 主要是跟食物过敏有关 就像血麻疹一样 但是我真的是现在发现 十几年前呢 这个医学研究发现说 沉满的过敏 病人对沉满非常过敏 他如果住在有地毯的地方 他的床 床 床 床单 床单 枕巾 不光是床单和枕巾 这个枕头里面 床垫 太老旧的话 里面住满了沉满 哎呀 这个人就会不停的发湿疹 所以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 在春天的时候发湿疹 那这个跟花粉又有关系了 对 所以就像我讲的 我原来跟食麻疹一样 就是说以前我是忍病人 除了加一个尘满测试之外 我基本上都是做食物的测试 从来想不到测试花粉 真的在过去的这三四年当中 越来越多 尤其是孩子 花粉过敏的时候 同时身上会出现一片一片的这种红红的枕斑 所以这个就是出现湿疹 所以在这些病人当中 如果有合适的时候呢 就他的病史合适的话 我也会测这个花粉过敏这部分了 花粉过敏的这部分 对 对 最初步的检查就是血液 对 血液检查比较简单一行 那那个小儿科医生啊 家庭医生都可以order 对 然后他的准确度呢 稍微差一点 对 就是比较快 但准确度稍微差一点 还有哦 有一些人就是像您这么comprehensive的测试 都是觉得他没有过敏 但是他就有这些症状 也有这种病人吧 也有 我们比较少 因为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测试的方法真的非常的多 一般我经常觉得我自己像一个侦探 我就有这个表证以后 我就开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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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分析这些 drill 对 去分析 去寻找证据 去分析证据 可以说百分之 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吧 我可以找出他的原因 真好 让我最后诊断出来 就是因为对我家的两只心爱的猫咪 但是这么爱他 绝对不会放弃他 多可爱的猫咪 太可爱了 哎呀 我们的时间过得好快啊 今天访问的医师 他是徐安林医学博士 他一共有三家诊所 那看您自己到哪一家诊所 或者是每个礼拜的哪一天 到哪里对您比较方便 有在Ocano Hospital附近的一家诊所 还有在Los Gatos的这个诊所 另外就是在Mountainview的 走South Drive进去 再弯到Hustle Drive 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 可以按照您的方便来预约了 电话号码是408286-1707 408286-1707 好快啊 时间就过了 太好了 我们下次要讲另外一个话题 下次讲食物过敏怎么样 好啊 好好 OK 谢谢徐医师 听众朋友 最感谢的就是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戏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出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